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区,下层25街,缺而喜跳蚤市场。 这个跳蚤市场平时是一个停车场,每逢周六日这里就会开放成为专卖旧物的集市。 市场的一侧正好是历史悠久的东正教大教堂。 今天我与德国来的好友一起相约,来逛一下这个市场。 这个摊位是专卖旧珠宝和手链的。 这里卖衣服和手袋。 我在这个古董镜子前也来一个自拍吧。 咦,这里好像有一个旧相簿哦。 看一下。 是一张老的明信片。 你给她拍摄吧, 就是比特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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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一张老的明信片。 如果我这个表情留意,你还不是在说想看。 我更不敢拍摄。 左脚。 坐中请看, 我酱鱼。 我现在在城市的赤阳房间。 这里还有一些老照片 看着这些照片不禁让人想起 这每一张照片后面的故事 多耐言寻味 这一张版画不错 还有这种小雕塑也是挺可爱的 你看这个老者的神情 做得多逼真啊 人之间要求我 来一下 在可信的困难 每个月都需要 每个月都需要 嘅 我的责告 我不爱家 这个证明可以 去导可 经历查太谈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售卖的旧物应有尽有 五花百门 对我来说还是话最吸引我 在这里我们经常会遇到 从国内来的带货主播小姐姐们 你看这位小姐姐就找到了一个好东西 介绍给她的顾客们 除了主播小姐姐 当然还有主播小哥哥 你看这位小哥哥多敬业和专业的去为她的客人 介绍这些老物件 每个周末无论你是一个人 或者是相约好友来逛这一个市场 来寻宝 也不要忘了和好朋友们拍一张合影哦 这种雕塑 你觉得特别像针的雕塑 把你的针的东西喷一下 就很有趣 还有鞋垫在里面 对啊 然后她在墙上这样放一组小孩子 从很小的小鞋子 大一点的鞋子这样一路放下来 就蛮有趣的 嗯 1933年的 这一个白驰的动作不错 可惜手指都按了一根 要不要来看点资话 诶这个是仿毕加索的名画哦 这位大叔买到一张好的油画咯 而这位小姐姐还在找他心爱的衣服 这张油画 画得还不错 有点繁高的味道 不知道是什么 这边还有 这边还给我找啊 给我找老的playboy 谢谢你 好了今天我们也逛的差不多了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 在路边还有一些旧物的路边摊 从25街往东走 就会看到Madison Square Park 也就是麦迪逊广常公园 在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 大名鼎鼎的Flag Iron Building 也就是这一栋有22层楼高的 地标性的三角建筑运斗大厦 好了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次再见 我是和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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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